认真的冲煮咖啡想起扑鼻而来 看不出眼前这位奶奶已经有了试制的现象 好事联播往港督电台连续28年举行动员港督的爱公益活动 其中让试制者透过冲煮咖啡来提升自信 重新建立自我价值 公益活动记者会上 港督电台邀请试制长被精心排练打击月作为开场 紧接着还在学生的陪伴下挑战走秀 每一步都走得不简单 本次公益活动与高雄市冲动成长协会合作聚焦失职议题 希望能打造一个更完整的友善试制环境 我看到他们这些有试制的老人经过鼓岛之后 可以来打鼓又可以走秀 而且他们的家人陪伴在旁边是令我非常的感动 我自己今年也快80岁了 所以这个失智对我来讲也是一种威胁 但是我会克服它 藉由这些活动能让社会大众更加的了解失智症 能让失智的长辈们还有他们的家人 有一个更好的空间可以出来跟大家互相交流 高雄市新闻局长也来到现场 表示市长陈其迈十分重视长辈安养照护需求 提供多项福利措施跟代表市长提醒台下长辈们 疫苗记得打好打满 从疫情以来一直到整个疫情结束的过程里面 市长对于我们长辈的所有的需求都是百分之一位 那市长也请我提醒在座的长辈 这个该打的疫苗还是麻烦请去打算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 全球平均每三秒就有一人失智 而且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 透过公益活动来提醒民众了解失智症 提供关怀照顾的社会支持网络更是当务之急 本次动员港度的爱活动现场 看见失智长辈们各个露出满足的微笑 希望更多市民朋友一起关注活动 让这份笑容得以延续下去 记者郑光佩 关梦如高雄报导 看下宁 有便于